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日文字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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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回來第二節的香港製造 剛才說 很多東西吃 Tony 你覺得 爲什麽深水埗是個男人的天堂 男人的天堂 因爲很多電子東西買 其實很多音響產品都在黃金、深水埗這個地方有 這些地方的東西不是每個女生會欣賞 或者可能感受得到她要什麼 因為通常這些很高科技的東西 通常男生都會坐下來研究一下講一下 例如有什麼新款電話 例如有什麼遊戲推出 可能有什麼耳筒最熱、最棒的東西都會在這裡買 例如電腦配件、很簡單的研究機器 我都在黃金研究機器 我研究了五千元 接著我買電腦、遊戲、手機器 都在黃金研究機器 所以其實都算是男人的地方 即是鴨寮街是男人的地方 鴨寮街是男人的地方 即是我爸爸很喜歡去鴨寮街 但是年輕一代 即是宅男人 我們這些可能上班族 就喜歡去黃金這些地方 因為鴨寮街那個地方 就是另外一些 是買很多二手東西 或者很多配件 即是我爸爸可能買電鑽 買可能收拾一些耳灘 吹水的就去鴨寮街 但是我們這些男人去黃金 就是買完一隻機器 買完一部電腦的配件 那就走 不會跟那些人交涉 就說兩句 你看到鴨寮街的那些男人的馬路 就在那裡聊兩句 通常那些是否就是 拿著底衣機 然後拿著底衣服 然後拿著底衣服 就是鴨寮街 然後拿著底衣服 那些人還可以 就說了 然後拿著底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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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底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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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再看看 不過現在鴨寮街 以前也是一條村落 鴨寮街又是村 對 也是一條村 鴨寮本身是村落 那時候是位於南昌街 和欽州街之間的地方 那時大部分都是鴨寮的 養鴨 真的有鴨仔養 居民多數是養鴨仔 養動物 養牛 種植衛生 其實鴨寮街 在上世紀初 還未出現 但後期政府 在深水埗進行大規模的填海工程 才有鴨寮街的出現 而漸漸就看到 到後期 我們以前不知道 但可能早一輩的人 就會看到那裡的房子 是逐漸興建了很高層數的 噢 填海就填到現在有鴨寮街整個東西出來 是的 到現在就好像你這樣說 就是擺賣一些雜貨的地方 二手的地攤 那些東西 其實有些新的東西 即是鴨寮街那邊 其實你附近 那些商店 其實是賣很多影韻產品 然後 進去到中間 即是那些 叫做大排檔那類的那些 就真的賣一些很二手的東西 其實有些新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一些解賣器 例如你要看球賽的解賣器 天線 那類其實會比較新款 是的 我自己 我爸爸就很喜歡去那裡買那些什麼 電製 可能買一些 那些 工具那些東西多些 通常就是 不過我覺得其實深水埗主打 都是電腦商場 在我們的外景片也有提及過 黃金 你可不可以說多一點點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懂 其實說真的 黃金其實以前 即是在70年代的時候 其實不是買電子東西 其實是買時裝批發的 其實是跟你Fashion Design 很有關係 真的 所以其實你想著 那個布料市場 跟兩樣東西 差那麼遠的 賣的東西 但其實是有原因 只不過是有東西轉化 只不過是因為 隨著香港的電子業發達 以及鴨寮街賣的電子貨品 都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集中地 鴨寮街都是賣電子東西 所以商場去到80年代 才變成了電腦東西 維生為主 就沒有賣時裝批發這類 其實最初期 就賣電腦商場 位於在黃金器院 樓上 有高燈電腦中心 那裡就賣多些電子電腦東西 還有那時候 很流行賣的 就是Apple機 Apple機 翻版都有的 但Apple機那時候 其實是黃金大起的 都有 因為你記得以前 Apple 即不是我們現在手機 現在就很流行 其實初初 很大部 是那部透明一點 其實都很流行 但那時候太貴了 很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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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 幾萬元 幾萬元 幾萬元的一部電腦 其實都很負擔 不是每個家人都負擔得到 不同 現在幾千元都可以做電腦玩 做文書打機 還有那時候有很多展品 其實我走過高燈電腦中心 它都有賣的電子零件 其實它有一些店 它都有陳列 以前那一代 蘋果桌桌的電腦機 即是被人看回以前的電腦是怎樣的 都是一個主打 然後香港政府就推出電腦的教育 還有高燈這個名字 在社會上很流傳 我想問高燈電腦商場 和上網的高燈討論區有沒有關係 正確是有關係的 真的假的 其實九十年代的時候 其實已經流傳互聯網 所以高燈商場裏面那些用戶 即是那些叫做業主那些 其實已經打算把店鋪賣的東西 放上網去賣 然後就連結成一個網 建立了這個網站 叫做高燈 主要是買電腦產品 去到之後就有討論區 因為有段時間 其實二千年代就開始流傳一些科林 就是什麼什麼論壇 香港討論區這些 那他們就不要純粹賣電腦了 不如開一個討論區 他們純粹打算跟一些會員 談談一些電腦商品 或者其他東西 但是去到2006年 之後是高燈的會員 就開始 你也知道的 你除了談電腦之外 你也會吹嘴 那你也會說一些政治的東西 說一些娛樂圈的東西 說一些有的人 改一下圖 改一些 改一些 改一些潮民 可能用一些網絡用語 嗨嗨 那些 因為我記得 好像是 電腦篩了 那些 粗口的字眼 有段時間不想有粗口字眼 高登的CEO設定了一些程式 例如你打這一類字眼 他就幫你變了東西 例如你說什麼你老母 他就幫你改 不知為什麼 但那個字就叫Hi Auntie 然後你可能說 他就幫你改一個 向左走向右走小菜 不是 搜小菜 因為他就有這些術語 令到很多香港傳媒就關注了 例如你那些報紙又成的 你就用他的那些 即是CAT埋圖 就有些二次樣出來 那就潮流了 高登可能他就變了 所以高登這個名字 真的跟深水埗的高登 原來真的有關 我以前以為是 剛巧他想抄深水埗高登電腦商場的名字 才有這個 其實不是的 所以Dada 多謝高登才是對的 又多謝這裏 又多謝深水埗 又多謝他自己的公司 是的 什麼都關事的 哦 OK 所以深水埗的發展 你不要想著深水埗這個地方是很舊區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看 很容易被人忽略 其實你現在日日上網 聊天壞人的地方 其實都是深水埗發展出來的 嗯 不過我都記得 以前小時候買電腦 不知道好像有試過 十幾歲的時候 好像去過深水埗電腦節 那些東西 哦 深水埗電腦節 其實現在都有的 一年一度都有的 不過其實你說電腦節 其實有兩個 你說誰呢 一個是香港電腦節 還是老場 哦 可能有分別嗎 當然有啦 其實電腦節的分別就是 香港電腦節就是 香港業商會搞出來的 嗯 那老場的電腦節就是 香港電腦業協會搞出來的 哦 在哪裡 兩個不同地方嗎 其實不同的 香港電腦節就是在會展搞的 哦 其實以前呢 香港電腦節呢 在深水埗搞過的 是什麼時間 是2003年 因為那時候沙士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每個人的消費又 意欲又低啊 你看看 淘大都得了十幾十萬 所以就打算搞慶外場 那時候連深水埗都有 封了一個地區 封了一些街道 好像就用電腦展 來吸引更多人來買東西 哦 是啊 但是呢 搞了這一次電腦展之後呢 其實之後就 其實那些商戶 就是深水埗裡面 黃金裡面的商戶 其實就覺得 哎唷 我不想交商配租金 即是如果你在電腦展 我又要故意去會展那裡 我又要買個攤來 去交租 賣回自己的貨品 那為什麼我不在自己店裡 不如找一天 找一兩天 或一個星期 做特價 那這樣就可以了 那就會產生了這個叫做 老場電腦展出來 哦 所以其實 老場電腦展就是 直接在那個mall裡面 老場電腦展 即是黃金 灣仔 298 298 那些聯合一起搞的 那叫做老場電腦展 哦 那香港電腦展 那你當是那些參展商 我去買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東西來的 是的 所以其實就有不同的了 所以就是 哦 原來是這樣 是啊 不過其實現在 通常那些電腦展 都是給別人的感覺 都是Outlet 就是 純粹是 你可能買些 怎麼說 你買些很一手的東西 可能你特意 那些貨品我去買出去 特便 這樣 純粹可能 多一個 特別展覽 去給別人看 購物 那樣 即是你買美食節 都有幾十個 有冬季 然後有閒 有什麼嘉年華裡面 又有個美食節 然後有什麼紅酒節 然後又有美食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你看 那就是 純粹一個 一個活動是 給別人多些人去看一下 不過我們剛才說 鴨寮街那裡 其實鴨寮街 平日 通常都會很多人流 我覺得 即使你拍外景的時候 我們是下午來的 都很多人流 是啊 其實你不止下午 其實晚上都已經開始多人了 即可能有些人 吃完晚飯都打算出來走 始終這個舊區 可能老人家 基層多 即可能他們不想看電視 正常你都可能會想晚上吃飽飯都出來 公園走走走 即是看一下東西 這樣 就導致有可能一些紫夜虛出來 有五夜虛 那五夜虛是什麼來的呢 五夜虛其實就是一些人 其實都是一些窮虎大眾 窮虎大眾 是否這樣說呢 普羅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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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些比較低收入的人士 他們就想多一個途徑去收入 賺錢 他們就有時 可能他們會 通常拿一些朋友給他們的東西 或者家裡有的東西 就出來買 即是家當出來 即是家當出來 即是變成家裡 把沒有用的東西放出來 又沒有用 他為錢都會放出來 可能他有用 有用都放 你高價便可以 你過有用的 但你給了一千元 我沒有人賣 是的 他們通常會在晚上十點開始 但他們就會在一個叫做 這麼準時 十點 差不多 因為其實其他店鋪都關了 他們就在北河四街那一帶 有北河街 基隆街 桂林街 大南街附近 就放一些夜市 夜虛 五夜虛 他們那些基層的市民 都會把他們有的舊衫 那些放出來賣 因為 穿人狗衣狗蟹 那你回家就不用了 不是 你也很流行 那些人不買明星的二手衣 明星怎麼同呢 那你怎知道 他是不是明星穿過 那又是 對 他跟你說 其他人 都對 是的 可能是 陳盈穿過的 立刻買 就是 他們通常都會 可能八九 七八點就開始霸位 嘩 現在才可以 是啊 那你要八個漂亮的位置 才會更多人流 因為 譬如如果 可能你 選了在深水埗 那個運動場 對面的 那有些燈 那別人看東西 都沒那麼辛苦 也是 你夜晚晚 又要拿著電筒 還有你在角落 那些位置 都會更多 一轉進來 立刻看到你的時間 也是 通常都是 我不知道男生買的 也是 通常你 透過快 其實價錢都是差不多 有時候 你那個第一間店 買完就離開 是的 但女生可能會 再多看幾間 這樣 通常 男生都是 不要趕時間 買完這間就離開 是的 立刻離開 不是 他會跟你買完 吹兩句水才離開 是的 是的 但其實 其實 他們都不對 因為其實他們都叫左階 所以食環處 其實他們都叫小販 所以食環處 其實都會說 他們最無牌 是的 但是 他們都是找餐飯吃 打算是 每一天賺到128 就得128 因為其實賺到128 就已經很好的 對他們來說 128 可能他真的慢慢搞 他可能 我當他兩個小時 如果 其實都OK 都有幾千元 如果一個月 一個月可能有四五千元 但如果食環處 蓋檔的時候 他們可能幾天都不能放 因為你不知道 他們什麼時候會再回頭 其實都是 我覺得這件事 政府都要想 其實他們說真的 又要冒著這麼多風險 又要經常 可能又要走鬼 等等 他們純粹 就是 你看看 那幾百元 又要怕你這樣 又要排隊 霸位 你要想想 你看看 他都還沒說 即是你說 他下雨更嚴重 下雨 你有沒有說 他純粹放一個攤子 這樣 那些東西濕透了 你誰買 有沒有人不買 對不對 都不知道怎麼辦 原來除了有五夜驅 還有天光驅 天光驅 天水圍那個 不是 都是深水埗的 其實那個是買成衣的 成衣天光驅 原來有半世紀的歷史 即是五十幾六十年 其實八十年代 那時候都已經有了 那就是有些成衣的小販 那他們就在長沙環 刺基隆街一帶 一段石結尾 那頭 因為石結尾 其實都算是深水埗 其實深水埗區 是很大的 你除了石結尾 即是我們現在說深水埗 其實你可能 你看美芙 長沙環 荔枝角 這些都算是深水埗區 所以 其實深水埗 即是十八區 即是 是啊 十八區的深水埗區 而深水埗那個天光驅 其實他們每天都有的 就算打風下雨 他們最早四點鐘 凌晨四點鐘就開了 是啊 那到大概八點鐘就會關 四點鐘 都三四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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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呢 其實有些 他們會有些 寶寶呀 到 老人家的服飾都有 那 還有他們通常呢 都是 不用手推車 只是拿一些紙皮箱 去塞住那些貨 嗯 又或者放些膠布 在地下鋪自己鋪 就丟些東西 丟些衣服 都鋪在那裡 哦 哇 這個是特別 因為我很少在 你不會凌晨四點 這樣 是啊 是啊 我反而你說 午夜區 那些 我就是感受多 有時候放工的時候 有時候你又見 有這些地攤擺在那裡 很簡單 我十二點多 在深水埗的地站門口 其實都有一些 你說那些地攤賣 例如買 我記得有 早前我見是有波衫 就是 鋪了一些波衫 我又不敢買 我怕是解的 那也是 因為晚上那些地方你看 很漂亮哦 摩擺的質感好像幾好 但是我又怕 還有現在那些東西做得很真 是啊 你真的不知道 我現在就見有充電器賣 等等 其實最近我見在深水埗區 即是D出口 即是近黃金那邊 每一晚 好像11點多 12點 有個800塊兔套出來 哦 不如等我告訴你 究竟天光虛 究竟是什麼 是啊 你也繼續說 我過下我有 太開心了 因為天光虛其實是在日漸時期 就開始有了 因為那時候日漸之後 佔領了香港之後 工商業差不多癱瘓 那些海老空全部差不多停了 那又零食短缺 那很多市民根本就生活不了 零食短缺 即是沒得吃 薯片鴉片 哈哈 我們想說 我們想說糧食 是啊 所以他們就要 都是的 沒得吃都很慘 是啊 沒得吃零食 哈哈 繼續 是啊 我想說糧食短缺 那 那 深水埗是一個主要的碼頭 那些老藥婦孺 他們就打算撿些東西走 那裡是碼頭 那他們有些東西 又不可以帶上船 那又要盤穿 那以前很流行盤穿 水腳啊 所以他們就會在碼頭 賣自己的衣服 哦 在那邊 在那邊 今時今日這一種的傳統 都繼續在 就是天光虛這件事 是啊 因為他們打算賣衣服 就可以賺到錢 就可以搭船 因為船票都很貴 又很難買 不過現在那些人天光虛 都是打算找兩餐眼仔 其實跟以前的觀念也是一樣 是啊 這個也是 所以現在你看到 現在未必還有天光虛在那裡 你就會看到 地鐵站一出口 其實那一批 都是賣衣服的 哦 哦 哦 其實可能有些 可能在天光虛那裡 賣衣服 之後有些搬了入土 很不奇怪 是啊 原來真的賺到錢 其實真的有的 其實很多都有 有些可能大牌檔 在大角咀附近 或者可能那邊 很多都是 那些大牌檔 不知道以前在外面 炒炒一下 然後就說 什麼店鋪的 要排名 都賺回去 其實都是很正常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 還有剛才還有一點點說 就是說 因為天光虛那些賣衣服的人 其實他們本身只是批發給其他 那些成衣小販 是的 所以其實可能 就是因為這樣 他們都賺到一些錢 哦 所以其實 哇 原來深水埗 那些歷史 那些傳統的東西 都現在繼續保持著都有 是的 但是後來為什麼會沒有了 就是因為 很多其他零售業 又覺得 哇 這樣都賺到錢 有些內地的 又覺得這樣都賺到錢 然後就有很多外來 不關事的小販 都去擺檔 就是入侵了這個地方 是的 所以之後天光虛就這樣出了名 那漸漸 可能 其實有些人已經不再覺得需要了 那都是的 其實說真的 你說買衣服的 給了你 你會不會說 可能去天光虛 是的 所以 還有你又不知道衛生情況 你又不知道裡面有些什麼 就是可能有些菌 或者你不知道 很多東西都沒有保障 那沒有必要 還有 其實他做這些都是做上一輩的人的生意 還有他們那些是真的擺一個燙灘來 是不是 就是賣東西他都想 但是其實純粹是 跟一班街坊聊天 認識朋友 還有有些 八八 就是可能你七十幾六十歲 八十歲這些 其實他們沒什麼勢藝 最慘是 他純粹可能做這些 擺出來 表面上賣東西 其實是想跟你聊天 還有找些東西做一下 那你剛才說八八 那你說什麼兔子 那個八八就 他就放一隻兔子出來 讓他走來走去 有一隻兔子 是很大隻的 是兔爸爸來的 是很大隻 然後他會躺在那裡 走來走去 不說以為放狗仔出來 那他放兔子出來做什麼 放兔子出來 在深水堡附近 在深水堡附近 黃金那邊 就是放出來 那些圖人 很簡單 那些女生會看到什麼 哎呀很可愛 摸一下 那他就說兩句 然後這樣 然後讓你抱一下 玩一下 但我覺得 就很髒一點 因為 始終地上很髒 還有你想想 黃金附近 那邊是很多食物 那邊有些汁 那邊吃的是什麼 你看地上有些汁 我怎麼摸 還有那一刻 黑漆漆 那黑漆漆 你不知道摸下去 那整匙醬在我手裡 很慘 還有兔子又不可以亂吃東西 那倒是 所以不敢 但那些女生 和那些人都覺得很可愛 這個特別的情境 和情懷 嗯 不過我覺得深水堡 都有很多值得 我們說的地方 其實 我們經常都 八神說 其實一集 只是說不完 然後又再開一集 其實深水堡來講 都開了三集 對 都還沒說完 對 都還在焦點其他東西 對 那大家都可以把你們知道的東西 post上我們的Facebook page 香港製造 呃 呃 嘟嘟嘟嘟嘟嘟 背月美眼 嘟嘟嘟嘟 Facebook.com 邪洞 Grups 邪洞 Hong Kong May 或者香港製造 庫湖 My Radio 節目 那樣的 好像是改了的 是啊 不管了 你都背得很好 掌聲 那我剛才也疼了 那或者大家可以 Add我 和發 發 發 他都是發的 發和發都是一樣的 發神的Facebook page 專頁呢 我們都會更新 我們的外景 的片段 那些都會更新 還有可能 Tony哥 遲些都會 兒子 Tony仔 都會開個Facebook page 或者大家可以留言 他做得好不好 真的不想見到他 當然想 做得這麼好 OK的OK的 給掌聲 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那機會啦